就是剛剛張克帆還當嘉賓 就是每次都會當你嘉賓 那可不可以聊一下你們的那個過去的一些 相處的淵源故事 好啊 克帆就是一個當時很調皮的小孩子 然後因為他們算是我的師弟啦 因為師兄是小虎隊嘛 然後再來就是我 然後克帆他們後來才出 那當時他知道說我對服裝造型各方面都非常有興趣 所以就把我就是放到他們造型的這一塊很重要的一個team裡面 然後我記得克帆他最不喜歡的就是有一套很緊很緊身的褲子 他讓他很不自在 那但是因為他們這些很年輕的小朋友 我們常常一個遊覽車就出去 不管是去什麼華龍舟啦 去什麼樂園啊玩啊什麼的 他都是會帶頭帶著大家說 誒往這邊走啦往那邊走啦 然後呢 克帆 那時候大家很年輕嘛 他不太常請客 所以我常求他 誒克帆你怎麼沒有請我喝水啊 我幫你做那麼多事情啊 你有請我喝水還是請我喝點飲料 有一次他說好沒問題 菁姐我請你 我就跟當時的韓智傑我們兩個就到了一個攤 我說我要喝那個柳丁汁 然後他說好沒問題來點一點 他說哈一杯柳丁汁100塊嗎 那我覺得在那個時候的男團也好 或者是青春偶像啊 都是很純真的 那我們一起上台表演 其實有時候會互相cover啊 出錯或是什麼 都常常會有的事情 這一次真的非常的感謝他 感謝他 因為我知道他單杯以後 很多朋友很喜歡他的歌 所以我特別說 欸我想要回憶殺 我點你的舊歌 讓大家都能夠回到那個90年代的感覺好不好 他一口氣就答應了 而且克帆 我說克帆那個唱潮怎麼樣 他說菁姐 你的演唱會 我就是去了 就這樣 對我真的非常感謝他 他有叫你請他喝喝柳丁汁嗎 我請他喝柳丁汁 我後面就擺一打柳丁汁好了 對 那你說那個克帆哥那時候下面就是一大 就是算比較直 很緊 你們戴這個比較有限制 對對對 因為他是自行車庫 你知道嗎 自行車庫 對 所以他說欸我這樣子我都不能動 因為前面有東西讓我很不自在 對 那後來因為T恤很長啦 還是蓋住了啦 對 但是因為要表現一個青春洋溢的 那時候你有比較害羞嗎 因為畢竟 你會幫他們換衣服嗎 我不會幫他們換衣服 但我會盯他們換好之後 幫他們整理啦 對啊 對啊 欸真的 那個 腳踏翠褲怎麼幫他們換 這樣很害羞 我不知道啊 我以為造型師都會幫忙換衣服 我會幫忙喬一下 他們還有很多套啦 像閃亮啊 之類的那種 非常亮的舞台感的衣服 他那時候應該身材還沒有 我跟妳講 身材應該比較瘦一點 那時候身材很好吧 身材非常好 每一個人身材都非常好 他們個子又很高 對啊 大家可能趕快要去翻舊照片了對不對 對啊 那時候對 有個人是誰有來電嗎 你說我嗎 對啊 我是就是一開始就知情節啊 就不能來電啊 不能來電啊 不能來電 但我真的非常欣賞張克帆的歌聲 他其實有一個轉折啊 因為他以前 聲音比較baby baby don't cry 就是很少男 然後當他單飛以後 整個轉型 我覺得他那個轉型 真的是獅乃殺手欸 真的是 好啦 只能偷偷喜歡 也不能怎麼樣 是師弟嘛 對啊 是他的歌聲啊 喔歌聲 一定要誤會 一定要幫我寫啊 澄清不能誤會 那時候的開曆 應該有什麼 就是你們談戀愛這種規定吧 那時候的開曆都是偶像 偶像團體 所以那時候應該有被小燕姐下令說 敬愛 敬再厲 對 被瞄解下令說 來之前也就是拿一本書 在後台看 看書 看書 然後不准在那邊嘻嘻哈哈 我們當時的合約裡面 都會載明你 不能 自己私下就去 談戀愛或是結婚 不能喔 對 因為公司花那麼多時間 在聯名戀愛的 他說談戀愛或結婚 他有沒有什麼條款 就是說 比方罰多少錢 我忘記 但是只有阿發就對了 我只記得 我只記得好像就是不能 有那一條 但真的不記得是什麼罰款 可能提前解約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們真的都有忍住 沒有去偷談戀愛或是 忍住阿 因為你知道很忙阿 我們 我們一出片一宣傳 可能就是半年一年 然後再接下一張 那是在國語歌壇最蓬勃的時候 對 所以其實老實說 其實也真的沒有時間 對 所以你有偷偷地觀察到 其他人也都不敢交嗎 真的不敢交 我 我 我不能說 我不敢說 對 你自己是真的都沒有 對阿 對阿 你這麼聽 你那時候這麼聽話 我還真的蠻聽話的耶 我一直都是一個蠻守規矩的 對 走路一定要走斑馬線阿 然後 可是 那時候的演藝圈應該 也是都充滿著誘惑 你們都沒有被點到 或是有人追你 不一定是同門 或是別家同心 有啦有啦 但是那時候的報導 其實是比較趣味性的啦 而且 主持人們比較有趣 他們為了 戲劇的效果 他們就會說 誰誰誰呀 然後要什麼 隔著玻璃安全之吻 什麼之類的 在上節目的時候 會製造一些CP的感覺 對 對 像前一陣子才跟何篤玲上了 那個陳國華老師的節目 也是在當時就是被他們 有一種CP的感覺放在一起 對 所以當時是跟何篤玲一起 成為一個CP喔 在當時因為上節目的時候 大家把它錄影下來 然後因為 放到網路上 大家就在說這件事 其實沒有 其實就是私底下好朋友 私底下好朋友 其實當時你是不是有去 那個江運團的演唱會 你有去嗎 因為後面有大家 就是大家一起唱 那你自己會不會 不過癮想要開自己個人的 我也覺得不過癮 但是因為江哥的來賓 跟他的歌曲真的很多 我相信來的人 都想看他的歌 對 那我覺得那個重回舞台 而且在大巨蛋 真的很不一樣 但我心裡面本來就有一個願望 當我當歌手的時候 那時候不流行什麼專場 對我們都是拼盤 對 就一直覺得說 有一張自己的專輯 可以好好的唱歌給大家聽 對所以這一次才會在 這個什麼 2月3號跟2月4號 直接兩場 對直接兩場 對2月4號的晚上7點半 2月 對不起 2月3號的晚上7點半 2月4號的下午2點 在西門河按留言 對大家可以搜尋我的粉絲 李知晴的粉絲跟IG 都會有相關的訊息PO出來 在KKTix售票 或是到全家 我的很多的粉絲說 我好像到全家比較方便 對 超商去取票比較方便 你這一次為了演唱會 現在有做什麼 比如說瘦身 很嚴厲的瘦身子 我好像已經沒有肉可以瘦了 我覺得我就自己從一開始 這張專輯開始錄製 然後一邊拍戲 然後後來做宣傳到現在 我其實已經掉了5公斤了 說真的 所以我的禮服就是一直在修改那個尺寸 對 那 其實為了就是有個美好的呈現 當然我自己也健身了 也運動了 對 就是讓飛火亮各方面 體能各方面 因為畢竟還是有年紀了嘛 對不對 還是讓自己可以 就是這一次這個專長 你再次重拾那種麥克風嗎 對 你現在壓力會不會很大 因為畢竟是專長 而且很久沒有 對 我走到今天我把壓力都釋放掉 因為我不希望自己的壓力 所以在當天的演出造成一種不完美 對 所以不管當天來了多少人 那我相信都是最愛知情的人 都是最支持知情的人 那我就會好好的為他們做這兩場的演出跟演唱 然後我會唱我的回憶殺的歌 也會唱新歌 然後我也會邊唱邊跟他們聊故事聊天 告訴他們這幾十年來我的心路歷程 那我希望他們是來同學會吧 對不對 不管是我的粉絲也好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就是 即便他們跟我很相近 可是有些內在的世界 可以透過這一次的歌曲 跟文字跟聊天 可以跟他們說得更清楚更詳細 那其實我自己非常興奮也很期待 你不是說你壓力大到肚子會一直講 對 那時候 我前 我之前兩個禮拜 真的是 我之前兩個禮拜 我已經就是 沒有辦法控制我自己的肚子 就是 不是吃跟不吃的問題 就是 煩惱晚上我的肚子就是一直叫 對 但是後來我就 肚子餓的叫還是常 他的叫聲你可以試 他是那種 他是怎麼叫 滷洞 我都不知道你的肚子怎麼叫 然後他哼咯 對就是 很好奇 哼咯 就是滷洞的聲音 就是我再練個另一半 他就咕嚕咕嚕咕嚕 我說咕嚕咕嚕咕嚕 我說老師怎麼會把這個聲音放進去 不會吧 然後才發現是我肚子的聲音 所以咕嚕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 而且不會停 對就是一直有這個咕嚕咕嚕咕嚕的聲音 後來發現說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緊張的壓力 他反應在我的腸胃這樣子 對啊 對啊 那有去看醫生嗎 有啊 吃了腸胃壓還是沒有用啊 對啊 那真的是身體反應 身體反應 身體反應啊 就是心理的反應 然後反應到身體 我覺得結束應該就會好了 是 而且結束一定要大吃大喝大睡 真的非常需要 身材跟當年有表嗎 沒有耶 你知道我現在還可以穿30年前的衣服 哇 對 因為我覺得一些好衣服喔 當時買覺得很貴 但是很值得啊 我也不希望就是說 衣服好像喜歡買一買 然後不喜歡就丟掉 然後造成 地球的負擔啊 污染啊 各方面 我還蠻注意這些事情 所以你這麼多年來 對身材的控制就是 嚴格 兩個字 是有特別會刻意不吃 什麼嗎 天的啊 或是什麼 會不會完全不吃 但是我一定吃原型食物 對然後我幾乎只要沒有工作 我是在家裡自己做飯 對啊 那就是蒸一蒸啊 煮一煮啊 就這麼簡單 等一下幾公斤啊 可以講嗎 51 1 5 怎樣 因為他 我168 因為他自從國小之後 就沒有在50年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也沒有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太瘦了 我還是希望自己可以增胖一點 我168 哇 那瘦很瘦 那瘦很瘦 但姐昨天看見麵包還是不行 喔對 我超愛吃麵包的 我看到歐式麵包 我心裡我就說 不行不行 我覺得他們在呼喚我 我剛還帶了一塊啊 我怕我等一下練唱的時候 肚子餓了趕快吃一下 對啊 OK嗎 OK嗎 謝謝 姐說過年完後 要請你們吃個春酒 對啊 希望你們 所以肚子不會咕嚕咕嚕 我覺得那時候應該不會 那個也不管他了 那個應該好了 那時候真的不管他 那你在咕嚕咕嚕的時候 就跟肚子講 你先不要緊張 我那天表演一定要先上台 跟自己肚子說話 我那天表演一定要先上台 跟自己肚子說話 對 請你乖 欸不行這樣好像懷孕了 不行 不行不行 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了 不要誤會了 要說一下肚子證明那個 因為像女明星 就證明什麼沒有懷孕 好 我不需要 我沒有這個需要了 好 我就說嗯 安然無恙 謝謝 那就祝妳那天順利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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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